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一日变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企业长江和计实业有限公司将与中国大陆手机商小米合组全球策略联盟 长江和计近日发出新闻通知,透露了以上讯息,但没有具体说明合作内容 长江和计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霍建宁和小米高级副总裁王翔将会举行记者会,说明有关情况 近几个月来,小米的洞被受香港和大陆股票投资者关注,原因是市场猜测小米将会来港上市,并以同股不同权模式上市 香港交易所今天起实施新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其重点是企业使用新模式上市的话,即使拥有少数股票也可以掌控公司的话语权 多年前,大陆网商阿里巴巴原先希望以同股不同权模式来港上市,但当时港交所没有这种制度,以致阿里巴巴最终选择在美国上市 港交所汲取教训,终于实施同股不同权制度,希望吸引大陆市值庞大的创新科技公司来港上市,而外界期待小米成为首家上市公司 外界估计,小米来港上市的话,市值可能超过600亿美元以上,编辑,宅斯加1070501